現在我在拍的就是地鐵一號線的體育西站 這個體育西站在廣州人 特別是那些上班一族的眼裡 是叫做死亡線的 因為一到上班時間 這個地鐵體育西站 我沒有來見過水事不通 經常發生一些痛撞、打架、吵架的事件 我現在從體育西站走出去 通過地下商城 一路走過去天河體育中心那邊 這個體育西站的城坂多了很多 那我現在是跌卡走出去 每個地鐵站都有的 這些安檢、防爆箱、還有測溫尼、戴口罩、出事 健康碼、錄碼 那在廣州如果這幾樣都不習慣 那你就不用在廣州走 我一過來了這裡明顯人氣旺很多 那這些店起碼都看到有人 那一間店裡都都不清新 都有市民在裡面 上街啊、購物的 那它是分兩條過街通道的 我又順著其中一條走 你留意一下廣州出來逛街的經訊是年輕人 經訊都是年輕人比較多 現在又是暑假期間 更加你看到一堆堆都是年輕的學生哥 學生妹或者是男生女生 現在正在拍攝這裏是體育西地站雙圈的周邊 這裏很旺 所以現在人們的消費基本上都跑過來天河 一路走到這裏 這裏有一個集口 又可以走過去廣州百貨大廈 廣州絕大部份大連百貨公司 全部都被廣白涌斷了 包括舊鎮池很出名的新大新 這家都屬於廣白集 走過來天河 在玉西這裏很明顯行街的人流多很多人 那我從這條樓街穿過去另一條高階層道 據說舊鎮池是一個很大的防空洞 是以前五六十年代政府號召市民畫的一個防空地董 發展地鐵之後廣州很多類似這些防空地董 利用起上來做了一個商業中心 這條過街隧道從地鐵站走到出來 這裏其中一個出口短短大約是百多米 不夠兩百米 體育西人防工程 哇 舊鎮時那些人畫些防空洞 那個年代真是可以防炮彈、防核彈 這就是體育西的人防工程 現在變成一個商場 我就往美甲區那裏走過去看看 哇 這裏整個層都是做美甲的 就是做那些女士美甲的 基本上大部份都沒有開門 這裏的店舖裝修得很漂亮 那些開發公司、物業公司 很捨得花錢進去 裝修這些商業街、商業中心 我轉了一圈 我現在就在體育西的美甲城 坐扶梯上去上面 體育西的人防工程商場那裏 坐扶梯上來一層 這裏就是一條過街隧道 左手邊這裏又是一個商場 走進去 其實就是天河體育中心下面 估計舊時都是一個人防工程 來的 那夏天你過來這些地方走 真是一流 這裏冷氣夠了涼爽 那如果夏天你想省電 我建議你 有空走來天河這些 地下商城走一走 這裏冷氣很舒服 這裏有個很大的超市 這裏就是天河體育中心下面的範圍 這個商場夠大 不過走街的人不是很多 那些商店就沒有什麼人走的 但是那些食檔、食街、美食城 就很多人在那裏消費的 說明食在廣州 吃到肚子才是自己的 錢拿來吃了 吃到肚子才是自己的 你買衣服買鞋穿 是穿給別人看的 廣州人有這樣的思想 我去那裏走過裏面全部吃的 全部吃的 去哪裏 這個 这些店铺真的装修得很漂亮 商城的店铺真的装修得很漂亮 又漂亮又大 一部好像的士站 意思是告诉你 以前广州出租的士就是用王冠做的士 这部老爷车来的 这部的店铺装修真的够时尚 看中心下面的地下商城真的够时尚 商品不用说 装饰和摆设 装饰和摆设 人潮习以后 湘城叫夜上海,沉馬街又中華美食街 我又走到中華美食街那裏看看 因為你在這裏走真的很舒服,人又不多,冷氣又夠 這麼熱的天時,你在這些湘城走真的很舒服 這個購物商城真的很大,沉馬市集 這裏再走過去真的看不到底,這裏一直由南往北 可能可以走到中信廣場那邊,這裏有一個出口可以走上去黃埔大道 原來這裏叫時尚天河購物城 一上來就是天河體育中心周邊的範圍 現在在拍攝的這裏就是廣州市天河區 對面就是天河城 現在這條馬路,我記得好像就是天河路 今天我的拍攝就到這裏 很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拜拜